大家好我是叶卜 欢迎观看蜘蛛娘系列第11期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果有新来的小伙伴 对这次黑肠子蜘蛛娘感兴趣的话 可以从简介传送门从头看起 乘接上去巨群 叔父去男主家正好碰见那两个疯婆子 结果被偷袭放倒 画面一转来到男主和大白这边 你醒了感觉身体怎么样 我还想问你呢 这里到底是哪里 在高速上哦 不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我们会在车里 我记得我是吃完饭后 就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白告诉男主有值得信来的线人 传递给他一条紧急情报 躺着心里他已经开始行动了 虽然之前我打算等你醒来之后再做决定 但是他变得非常紧急 十有八九他现在已经前往你的住处了 所以我们就得找他们一步行动 说白了我们现在就是在逃亡中 男主感到不解 这都是啥跟啥啊 明明上一秒还很平常的在吃晚饭 下一秒就变成了大逃亡 大白让男主不用那么悲观 毕竟我们已经离开到了很远的地方了 也可以说是争取到了很多时间 有了这些时间准备 或许能够仿将他们一军 男主回答 背上个鬼哦 真的有必要逃吗 我们这边可是三个人哦 其中还有一个是怪物 然后对方就只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弱女人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大白严肃的回答 首先他可不是什么坐在轮椅上的弱女人 要是真的只有他一个人的话 确实会好对付许多 但很一样的告诉你 他那边有两名协助者 在街上他对怪物的弱点非常熟悉 若不在万全的准备下 我们大概会像猎物帮被找出来 然后杀掉 所以说现在我要将我知道的 关于那个怪物的情报全部告诉你 为了能够齐心协力的击败那个疯女人 男主感叹到 终于愿意将情报告诉我了吗 换说回来那孩子去哪了 你该不会把他留在家里了吧 大白指了指男主面前的柜子说到 那孩子不就在你面前吗 男主震惊的喊到 你真当我是憨逼啊 明明之前看到的时候可不止这么点啊 大白回到 你似乎误以为这孩子 有原地凭空消失的特殊能力 实际上他并不是从你眼前消失不见 他不过是每次都变得非常小 所以让你很难找到 能够随心随意改变自己的大小 这就是那孩子的其中一项能力 很有趣对吧 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毕竟这场逃亡 看起来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之后男主询问了 有关教授那件事的后续 大白回到 在告诉你之前 我得先确认一下 小丽丽并没有遇到过米园幽子吧 就是那个被残忍伤害的高中生 男主回到 我和他彼此之间可没有什么联系 大白让男主认真想想 任何与他接触有关的事情都可以 男主告诉大白 他和米园幽子的学校特别近 确实有过几次 在地铁帐里擦肩而过 我跟他是否有接触 真的那么重要吗 大白回到 确实非常重要 理论上来说 你和米园幽子 如果没有什么联系的话 那孩子根本不会接近你 至于我为什么这么肯定 那我们继续聊聊 关于教授妻子的事吧 在教授的妻子 变得奇怪的时候 大白也从研究室里 消失的无影无踪 教授像是发了风势的 寻找他的宝贝蜘蛛 房间 客厅 厨房 整个家都被他放了个遍 但终究没有找到 最后他想起 有个地方似乎他从来没有去找过 那就是他妻子的房间 当他打开门的时候 并没有变成蜘蛛样子的他 这种事情发生 取而代之的是 亲眼目睹了意想不到的场景 一大片摊开的血海 从一角的睡眠可以判断出 这具尸体就是他的妻子 即使有着优秀头脑的他 在亲眼目睹这样的场状后 也放弃了思考 但并没有因亲眼目睹的场状 而失去理智 甚至感受到了略微的兴奋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出现了 站在血海旁的那个人 毫无疑问是教授的妻子 怪物为了能够快速的适应地球 会通过吞噬人类 伪装成他们的模样 那孩子能化身为米圆油脂 靠的就是这个 一生只能使用一次的能力 但如果你要米圆油脂 没有交集的话 那孩子不可能会藏上你的 还有就是 有些怪物在伪教时 会捕食雄性 将对方身体的一部分 摄取到自己的身体中 据说是为了获得更强的后代 男主逐渐开始无法接受 询问大白 为了获得血肉之躯 就因为这种荒唐的理由 米圆油脂和教授的妻子 才会被怪物袭击吗 大白回答 关于教授妻子的不幸遭遇 虽然很遗憾 但米圆油脂 是被人为安排遇上怪物的 就在这时 男主的电话响了 屏幕显示 来电的人是他的叔父 而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 却是伤成精子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最后需有信息的小伙伴 可以持续收 也可以等我讲 那么我们下期见